下面我们来看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如果有集团内的固定资产的交易 如果是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这也是需要抵消掉的 好 我们直接看这道例题 A公司和B公司同为假公司控制下的两个子公司 A公司将其净值为1280万元的某厂房 以1500万元的价格变卖给B公司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他们同是假公司的子公司 也就是属于一个集团 A把固定资产卖给了B 在A这儿它的净值是1280万 然后卖给B是卖给了 卖价是1500万 B肯定就是按照1500万作为固定资产 A公司因为内部固定资产交易 实现收益220万 那实现收益这个是内部的 不应该实现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是不应该存在内部的收益的 并列视其个别利润表之中 在它个别利润表当中 在编制合并报表的时候 就把这个冲掉 B公司以1500万的金额 将这个厂房作为固定资产的原价入账 并列视于个别资产负债表之中 那么站在合并报表 这个固定资产就是1280 它按照1500万 应该再减计220万 在这个内部固定资产交易中 A公司因交易实现资产处置收益220万 那这个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是不应该存在的 我们看相应的抵较分路 那就是资产处置收益不应该存在 借资产处置收益 然后在B的个别报表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它固定资产多确认了220万 那就是借资产处置收益 但固定资产原价220万 好 再来看一道例题 A公司和B公司 同为假公司控制下的两个子公司 A公司于20某一年12月 将自己生产的产品 销售给B公司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这个还是 他们还是一个集团内的 还是一个集团内的呢 这回A是作为产品 比如说我就是生产打印机的 我就是一个生产打印机的工厂 然后我把这个打印机卖给B 卖给B呢 B作为固定资产 A公司销售这个产品的销售收入是1680万元 销售成本是1200万元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应该是按照 1200 那B公司呢 以1680万元的价格 作为这个固定资产的原价入账 那也就是说 在A公司个别报表上 他确认了480万的损益 然后B公司呢 是以1680万 作为固定资产的入上价值 那站在合并报表 不应该出现损益 然后呢 也不应该是按照1860 就是还是按照1200万 好我们看相应的底较分路 借记营业收入 因为这里在A公司 它是作为产品 作为产品 它是确认了营业收入 然后截转了营业成本 这个我们都给它冲掉 借营业收入 代营业成本 然后呢 这个差额480万 正好是B公司固定资产 多计的那部分金额 然后代计固定资产原价 480万 那这样呢 损益就没有 然后固定资产呢 也调整到了1200万 好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 A公司和B公司 同为假公司控制下的 两个子公司 也就是说 他们是属于一个集团的 A公司于20某一年1月1日 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给B公司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那A公司销售这个产品的销售收入是 1680万元 销售成本是1200万元 B公司呢 以1680万元的价格 作为固定资产的原价入账 那么如果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这个固定资产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200万 而且呢 A公司确认的这个收入和成本 这是内部的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应该给它冲掉 B公司购买的这个固定资产 用于公司的行政管理 这个固定资产呢 属于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当月就投入使用了 折旧年限是4年 那是用于行政管理的 所以它的折旧应该是 计入管理费用 那预期净财值呢 是零 为简化合并处理 假定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在交易当年 按照12个月集体折旧 那我们这道题出的还是比较严谨的 那正常来讲呢 当月增加 1月份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增加应该是下月集体折旧 正常情况下 某一年应该是提11个月的折旧 但是这个提11个月的折旧 就不太好算 那本题呢 为了简化处理 所以呢 就按照12个月 就按照一整年来继续折旧 假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当进行如下的抵消处理 首先是将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相关收入和销售成本 及原价中包含的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预抵消 那就把收入冲掉吧 借营业收入 1680万 代营业成本 1200万 然后代替一个固定资产原价 480万 然后将当年季提的折旧 和累计折旧中包含的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损益 预抵消 其实它是按照1680万 集体折旧 但是实际上应该按照1200万 也就是说它多提折旧 多提多少 多提多少 个别报表多提折旧 一年多提120万 一年多提120万 那这是多提的站在合并报表上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你是不是得把这120万给冲掉 那在合并报表中 在合并工作底稿中 做如下的抵消处理 借固定资产 累计者就带管理费用 把它多提的那一部分 那把多提的那一部分 给它冲回来 好 再来看立题16 是接着立题15的 B公司20某二年 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原价 是1680万 这个交易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某一年 是在某一年 1月1号发生的 现在到了第二年 到了某二年了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原价是1680万元 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840万元 它是按照这个 因为总共能用四年嘛 所以用了两年 用两年累计折旧 就是840万元 这个固定资产的净值 那就是原价减掉 累计折旧是840万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20某二年 既提折旧呢 是420万 既提折旧420万 那我们看 相应的抵消处理 家公司编制 20某二年 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当进行 如下抵消处理 首先 对于原值的抵消 首先对于原值的抵消 因为这是在某一年发生的 在某一年发生的 所以把原值进行抵消 带起一个固定资产原价 480 然后借记一个年初未分配利润 这个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替的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是某二年 现在我要调整的是某一年的 调整的是某一年的 所以这个损益类的科目 要年初未分配利润来代替 这年初未分配利润代替的就是 借记 营业收入 10580 代记 营业成本 1200 合起来就是年初未分配利润 480 好 然后在某一年 某一年个别报表 是不是多记了折旧 是不是多记折旧 那对于某一年 多记的这个折旧 我得给重回来 某一年多记的折旧 重回来的就是借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120 代年初未分配利润120 他代替的是谁呢 代替的就是管理费用 但是由于这是某一年发生 是之前年度发生的 我们这个损益科目 要通过年初未分配利润来调整 然后到某二年 某二年 其实他每年都是多提多少 因为原价多记了480 所以每年多记者就就是120万 那多记者就120万 我们就给他冲回来吧 借固定资产累计者就120 代管理费用120 这是某二年 某二年调整本年的相关损益科目 直接用管理费用就行了 好 下面再来看例题17 是接着例题16的 B公司20某三年 又到了第三年了 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这个内部交易的固定资产原价是1680万元 累计折就为1260万元 这个固定资产的净值是420万元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20某三年 具体折就420万 好 我们看相应的抵消处理 首先还是把原价抵消掉 原价是在某一年发生的 所以是代固定资产原价 然后借年初未分配利润400万 然后对于某一年 某二年多计题的折就 给它冲回 因为现在是某三年 所以对于某一年某二年多提的折就 相应的损益科目 我们用年初未分配利润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就 某一某二 每一年多提120万 那这个就是240万 两年就240万 代计年初未分配利润 它代替的是管理费用 240万 这是某一年某二年 多提的折就给它转回 然后对于某三年多提的折就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就 代计一个管理费用 某三年调整自己的 直接用管理费用 好 我们再来看例题18 接例题17 20某四年又到第四年了 20某四年12月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使用期满了 B公司于20某四年12月 对其进行了清理 对其进行清理 B公司对这个固定资产清理时 实现固定资产清理净收益 14万元 把它清理了 清理实现收益 14万元 那我们想一下 在个别报表中 在个别报表中 在B公司的个别报表中 这个固定资产 如果给它清理的话 它最终变成了什么呢 固定资产清理的程序 是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发生的费用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有收入 寄到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最后固定资产清理 由于它这是正常清理 不是报废 所以固定资产清理 是转到哪里 转到资产处置损益 也就是说在个别报表上 在B公司个别报表上 这个固定资产 已经变成了资产处置损益 已经变成资产处置损益 所以我们在编 抵消分路的时候 在编抵消分路的时候 涉及到固定资产 涉及到固定资产的 就用资产处置损益 这个科目来代替 确认资产处置损益 好我们再来看例题18 这个是接力提时期的 2014年到了第4年了 12月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使用期满 B公司于2014年12月 对其进行了清理 B公司对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实现固定资产清理 净收益14万元 在2014年度个别利润表中 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来劣势 随着对固定资产的清理 这个固定资产的原价 和累计折旧都转销掉 在2014年12月31日 个别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中 已经没有固定资产的劣势 那么看一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清理 它的过程是什么呢 这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然后再转到哪 再转到资产处置损益当中 然后在报表上 在利润表上 列报的是资产处置收益这个项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固定资产 就变成了 就在B公司的个别报表上 固定资产变成了什么呀 固定资产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给它处置了 变成了资产处置收益 所以在编抵消分路的时候 跟固定资产相关的 都要用资产处置收益来代替 我们看相应的抵消处理 按照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原价中 包含的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替资产处置收益 它代替的就是固定资产原价 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 因为这是在某一年发生的 所以是之前的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替资产处置收益 它代替的是固定资产 因为固定资产已经处置掉了 在个别报表上已经变成资产处置收益 所以要用这个代替固定资产 480万 然后按照以前会计期间 因固定资产原价中包含的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而多计题的累计折旧的数额 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 对于现在是某四年 某一某二某三 这三年多提折旧 多提多少 每年多提120 所以这三年总共是多提了360 所以是代替年初未分配利润 这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替的就是管理费用 但由于是某一某二某三年的管理费用 所以用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借记资产处置收益 它代替的就是固定资产 它代替的就是固定资产 360 然后再将本期因为固定资产原价中 这个累计折旧 多提的这一部分 某四年 这样折旧折旧还是多提了120万 所以是代替管理费用120万 借记资产处置收益 就是跟固定资产相关 因为你把它处置了 所以跟固定资产相关的 都给它变成资产处置收益 那以上这三笔底效分路 可以合并成以下这个底效分路 就是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代替 管理费用120万 上面这三笔合并下来就是这个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分开写 这样的更明确一些 好 下面来看立提19 那也是接着立提时期的 就是对某四年 到了第四年12月31日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使用期满 但是这个固定资产呢 仍在使用之中 B公司没有对其进行清理报废 它跟立提18的不同 就是立提18进行清理 但是立提19呢 继续使用 没有进行清理报废 B公司20某四年度 个别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 仍劣势 这个固定资产的原价是1680万元 累计折旧 到了第四年嘛 都折没了 也是1680万元 然后再去个别报表 利润表 劣势的固定资产 当年计题的折旧 是420万 那固定资产还在 所以呢 相应的项目还是用固定资产 此时 甲公司在编制20某四年 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当进行如下抵消处理 首先呢 是抵消原价的这一部分 代计固定资产原价480 然后借计年初未分配利润 因为这是某一年 某一年的交易形成的 这个损益 这个损益冲掉的是某一年的 跟我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再把某一 某二 某三年 多提的折旧 多提的折旧 给它转回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代计年初未分配利润 它代替的是管理费用 由于现在是某四年 所以对于前面这三年的 通过年初未分配利润 三年 三百六 然后 本期还多提折旧 120万呢 本期多提折旧120万 也给它冲回来 借管理费用 累计折旧 120万 但管理费用 120万 因为这就是某四年 某四年多的 多计的折旧 给它重回 所以直接用管理费用 好 再来看立体20 立体20 接着立体19的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呢 20某五年 到了第五年了 仍处于使用之中 B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 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呢 为1680万 累计折旧 也是1680万 由于固定资产超期使用 不再继续折旧了 已经折完了 所以不再继续折旧 B公司个别利润表中 没有这个内部固定资产 计题的折旧费用 好 这固定资产还在 所以相应的项目 还是要充固定资产 那么对于某一年的 这个原价多计的这部分 带固定资产480万 然后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480万 然后现在是某五年 现在是某五年 然后对于某一到某四年 这四年多计题的折旧 要给它冲掉 那这四年总共多提多少 一年120万 四年呢就是480万 然后由于这都是1000年度的 所以是代计 年初未分配利润480 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480万 好 下面我们来看立题21 立题21是接着立题时期 立题时期呢 是某三年的事 那B公司呢 于某三年12月 对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进行了清理处置 在第三年 就给它进行了清理处置 在对其清理过程中 取得清理净收入 是25万元 在其个别利润表中 作为资产处置 收益来劣势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于20某三年12月呢 已经使用了三年 B公司对这个固定资产 累计既提折旧 是1260万元 我们看相应的抵消分数 首先 还是把原值给它抵消掉 原值抵消掉 现在是某三年 原值是抵消是发生在某一年 代计资产处置收益 而且这个已经处置掉了 处置掉了 固定资产就变成了资产处置收益 所以是用资产处置收益 代替固定资产 代资产处置收益 480万 然后借记年初未分配利润 480万 然后对于某一年 某二年 多提的折旧 给它进行转回 代记年初未分配利润 240万 代替的就是管理费用 借记资产处置收益 代替的就是固定资产 240万 然后对于某三年 对于某三年 计题的折旧 就是多计题的折旧 给它进行转回 代记管理费用 借记资产处置收益 120万 因为也给它处置了 所以相应的固定资产 都用资产处置收益来代替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我们看这条例题 甲公司是A公司的母公司 甲公司 20某一年1月8日 向A公司转让一项无形资产 转让价格是825万 这个无形资产的账面成本 是700万元 A公司购入这个无形资产后 就投入使用 确定使用年限是5年 A公司20某一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中 无形资产项目的金额 是656万元 利润表 管理费用项目中 具有当年摊销的 这个无形资产的价值 是164 好我们看一下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这项无形资产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700万 但是在个别报表是820万 所以对于原价应该充120万 然后由于个别报表 多寄了120万 然后他预计能用5年 所以每年还多摊销24万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此时A公司 这个无形资产入账价值是820万 其中包含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是120万元 按照5年的期限 本期摊销的金额是164万 其中包含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 摊销是24万 也就是多摊销24万 我们看相应的抵较分路 借记资产处置收益 不应该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上 我们是一个整体 不应该确认资产处置收益 代计无形资产120万 然后无形资产还多摊销了24 那把这个冲回 借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24 代计管理税用24 然后到了下一年 到2022年12月31日了 因为这是某一年发生的事 还是要把多计的原价给它冲掉 然后相应的资产处置收益给它冲掉 但是这是某一年的事 相应的资产处置收益 就要用年初未分配利润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120 代无形资产120 然后对于某一年多摊销的转回 是代年初未分配利润 借无形资产累计摊销24 然后某二年 因为现在到了某二年 某二年也是多摊销了24 代管理费用 因为这是当期的 代管理费用 借无形资产累计摊销24 但是看到了某三年 某三年 因为这是某一年多计的这一部分 所以是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无形资产120 然后对于某一年某二年 多摊销的进行转回 借无形资产 代年初未分配利润 因为是某一年某二年的 然后对于某三年 本年本期多摊销的这一部分 直接是代管理费用 借无形资产累计摊销24 然后到了第四年 到了第四年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无形资产120 然后对于某一到某三年 三年多摊销的部分 进行转回 借无形资产 代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对于某四年 当年本期的直接用管理费用 代管理费用 借无形资产24 然后到了第五年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无形资产120 然后对于某一年到某四年的 多计题的摊销 给转回 借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代年初未分配利润96 然后对于某五年 当年多摊销的部分 代管理费用 借无形资产累计摊销24 下面来看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合并现金流量表 是综合反映 母公司及子公司 组成的企业集团 在一定会计期间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数量 以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财务报表 那么是反映这整个集团的现金流的情况 那么如果内部 母子公司之间有现金往来的话 那是要给它抵消掉的 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 需要抵消的项目 在以母公司和子公司 个别现金流量表为基础 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时 需要进行抵消的内容 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个 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母公司与子公司 或者子公司相互之间 当期以现金投资 或者是收购股权增加的投资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应当抵消 母公司和子公司 我投给你 这是咱们内部的现金流的变化 内部的现金流的变化 所以站在整体上 我们要给抵消掉 第二 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当期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应当与分配股利 利润或者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相互抵消掉 也是我们之间 比如说有股权的投资 分配股利 有债权的投资 分配利息 长付利息 这些也是我们内部的 在个别现金流量表上 我们都是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 或者是确认相应的支付的现金 但是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这是内部的 这是内部的 那就要给它抵消掉 第三 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以现金结算债权与债务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应当抵消母子公司之间 用现金结算的债权 还有债务 那这是内部的 这是内部的 要抵消掉 第四 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当期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产生的现金流量 应当抵消掉 我是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你的是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那这个也是咱们集团内部的 要给抵消掉 第五 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金额 应当与 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相互抵消掉 好 比如说我 把这个固定资产 卖给子公司了 那我是处置固定资产 收到的现金 然后对于子公司呢 可能是构置固定资产 支付的现金 这也是咱们内部的 在个别包袁上 我是处置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这是咱们内部的 这要给它抵消掉 第六呢 就是母公司与子公司 相互之间 当期发生的 其他内部交易所产生的 现金流量 应当抵消掉 好 下面来看 追加投资的快捷处理 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母公司 购买子公司 少数股东股权 有母公司呢 比如说 假公司 乙公司 我原来持有你80% 然后呢 我又从少数股东那 买了20%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先来看在个别报表上 在个别报表上 其实子公司 少数股东处 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呢 应当按照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 确定它的入账价值 那其实就是啥呀 我从少数股东这 取得就是按照 我付出的成本 因为我跟你没啥关系 我就是按照供应价值 那我给多了 可能我吃亏 我给少了呢 你这个少数股东也不愿意 所以呢 就是按照我付出的 公允价值 作为长头的入账价值 这20% 在个别报表上 在个别报表 那我们看在合并报表怎么处理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由于原来 由于原来 我持有80% 然后又买了20% 原来我持有80% 咱们就是一家的 现在我在多20% 咱们还是一家的 所以呢 在合并报表 咱们之间的这个控制关系 母子公司的关系 并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在合并报表中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 应该是以购买日 或者是合并 什么是购买日和合并日 就是我持有80% 我持有80%的这个时候 以这一天持续计算 不是按照 我又取得的 新取得的20% 是按照这一天 持续计算 就是原来 咱们就是一家子的 这一天 持续计算的 持续计算的 金额来反映 因为购买少数股东 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新取得的20% 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的 应享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和合并日 开始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份额 之间的差额 应当调整母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的资本供应 因为控制关系没发生变化 控制关系没发生变化 但是我这个长头 我取得的这百分 我在个别报表 长头这20% 我是按照供应 但是在合并报表 我应该按照什么 按照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的 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的份额来算 那这两个优差 优差怎么办 因为控制关系没发生变化 所以在合并报表中 在合并报表中 调整母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的资本攻击 其实母公司 个别报表的资本攻击 就是最终是体现在合并报表 那资本攻击 如果不如充减的 调整留存收益 好 我们看一道例题 二某一二年 12月26日 假公司以7000万元 取得A公司60%的股权 能够对A公司实施控制 形成了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二某一三年12月23日 假公司又以 公允价值2000万元 原账面价值 1600万元的固定资产 作为对价 自A公司少数股东处 取得A公司15%的股权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天我就已经能控制了 12年12月26日 我就已经控制了 我持有60%的股权 然后在13年12月23日 那我用 供应价值2000万 那这个在个别报表 这个长头 我取得了这15% 我这个长头 个别报表 我按照多少来入账 按照2000万 然后这2000万和1600万 和账面价值1600万的差额 作为固定资产的处置 这在个别报表的处理 本例 假公司与A公司的少数股东 在交易前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2012年12月26日 假公司在取得A公司60%的股权时 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是9000万 2013年12月23日 A公司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一个亿 那在合并报表中 刚刚讲的是在个别报表中的处理 在合并报表中 我这个长头应该按照多少 我这个长头应该按照自购买日 自购买日就是自这一天开始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相应的份额15% 15%是多少 1500万 应该按照这个来 那我个别报表确认2000万 合并报表应该是1500万 调减 调减500万 带长期股价投资 借资本攻击500万 本例中 2013年12月23日 假公司进一步取得A公司15%的股权时 假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中 A公司有关资产负债 按照自购买日开始 按照自购买日 购买日是哪一天 是12年 是12年 持续计算的价值进行合并 无需按照不需按照 这一天的供应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假公司按照新增持股比例 计算应该享有的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净资产份额呢 是多少 持续计算的 听不告诉了 持续计算的是一个亿 15%那就是1500万 与新增长期股权投资 新增长期股权投资 它删上多少 在个别报表删上2000万呢 那1500万和2000万之间 就差500万呢 那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应该调整所有者权益的相关项目 首先调整归属于母公司的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充减的 充减归属于母公司的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不足充减的 充减未分配利润 那甲公司作为对价的固定资产的 供允价值2000万 和账面价值1600万的差异 差异这400万呢 应记录甲公司利润表中的 资产处置收益 就是在个别报表中 就相当于把这个固定资产 按照供允价值卖掉了 记录差额这400万 记录这个资产处置收益 那么在甲公司个别报表中 它是按照2000万 在合并报表中 应该是1500万 怎么做账务处理呢 借记一个资本公积 充资本公积 代记一个 在合并报表的处理 这是在合并报表处理 代记长头500万 这就把长头调整成了1500万 同时充个资本公积500万 好 我们再来看企业因追加投资等原因 能够对非同意控制下的 被投资方式的控制 比如说 那就是分布 一开始出百分之二十 然后后来又追加百分之四十 这样就变成百分之六十 实现了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通过分布实现的 那么要判断一下 这个分布满不满足一揽子交易 什么是一揽子交易呢 一揽子交易就是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 以及经济影响 符合下列一种或者多种情况的 应当将这个多次交易事项 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个呢 就是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是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来定力的 第二呢 就是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 第三呢 就是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至少一项其他交易的发生 第四 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 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就是经济的 假设我一开始取得这百分之二十 取得百分之二十 比一个亿 花一个亿 然后呢 后来这百分之四十呢 我这花多少呢 花五千万 哎 花五千万 那我们看一下 按理说百分之二十股份少啊 股份少 比如说我签合同我就这么规定的啊 百分之二十先付一个亿 百分之四十 然后花五千万 那么 按理说百分之二十比例少 应该钱少啊 然后百分之四十比例多应该钱多啊 但是 你想如果你就买了这百分之二十 花了一个亿 后面如果不行使这个 你是不是就亏了 那就亏了 所以呢 如果单独看这个就是不经济的 必须得是这两个合到一起来看 哎 我一共花一亿五 买百分之六十 这个才是经济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它就是一揽的交易 虽然是分两步 但是呢 它属于一揽的交易 那如果是属于一揽的交易 就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 取得子公司控制权的交易 进行快据处理 然后我说如果这个是一揽的交易 那就把这个作为一项 就是我花了一一五 买了百分之六十 就按照这个来处理就行 那对于不属于一揽的交易的 在购买日之前持有的 被购买方的股权 按照这个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就如果不属于一揽的交易 这百分之二十 这百分之二十呢 应当在购买日 啥是购买日啊 就是我取得百分之四十 然后总共有百分之六十这一天 注意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合并报表 我们讲的是合并报表 在合并报表的情况下 原来百分之二十 现在变成百分之六十 原来不控制 现在控制 那么合并报表的角度 我的关系发生了 原来不是我的子公司 现在变成我的子公司 那就相当于 把原来这百分之二十 出售掉了 所以它是按照 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进入到当期的投资收益 是不是相当于 把它出售掉了 然后购买日之前 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 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 其他中国收益 以及除了净损益 其他中国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 与其相关的其他中国收益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 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 当期收益 就是如果是按照权益法 有其他中国收益 有其他资本攻击 也得转到当期收益 是不是就相当于 把它出售掉了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中国收益出外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就相当于把这个处置掉了 要给它转到新的 好 我们看一道题 2011年1月1日 假公司以每股三元的价格 购入A上市公司股票500万股 并由此持有A公司5%的股权 先持有5% 那么投资前 假公司与A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假公司将对A公司的这项投资 作为以供应价值计量前期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二某一三年1月1日 假公司以现金2.2亿元作为对价 向A公司大股东 收购A公司55%的股权 原来是5% 然后又买了55% 从而取得对A公司的控制权 A公司当日股价为每股4元 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是3亿元 假公司购买一公司 5%股权和后续55%的股权 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那么当我取得这60%之后 原来这一部分就相当于给出售了 但是我们要看呢 我们先来看个别报表 个别报表 我们在讲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 是介绍 如果这个个别报表科目发生变化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其他权益公司投资 现在变成60%之后变成了长投 科目发生变化 原来这一部分按照供应价值 而且在个别报表 这5%就相当于处置掉 然后在合并报表呢 合并报表的话 原来不控制 现在控制控制关系发生变化 原来这一部分也要按照供应价值 那等于说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是一致的 然后个别报表就按照供应价值调整 就相当于处置了 合并报表也是这么处理 所以个别报表已经处理完了 合并报表呢 就不需要再进一步处理 这5%的部分 那我们看下面处理 甲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首先呢 应考虑对原持有的 这5%重新计量 因为甲公司将原来持有的这5%呢 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本身就是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所以在13年1月1日 这个股权的供应价值 与账面价值相等 都是2000万 不存在差额 所以在合并报表不需要调整 其次呢 按照企业合并准则 有关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甲公司购买A公司股权 并取得控制权的合并对价是多少呢 原来5%的 购买日的购买价值2000万 加上合并日支付的对价 2.2亿 那总共就是2.4亿吧 由于甲公司享有A公司 于购买日的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份额 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是3个亿 那3个亿的60%呢 就是1.8亿 花了多少钱买1.8亿 花了2.4买的1.8亿 所以形成商欲 0.6亿元 好 再来看一道思考题 二某11年1月1日 甲公司以现金4000万元 取得A公司20%的股权 并具有重大影响 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 当日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是1.8亿元 二某13年1月1日 甲公司另外支付现金9000万元 取得A公司35%的股权 并取得A公司控制权 我们看一下 原来是20% 然后又取得35% 然后现在是多少 等于是55% 然后能够控制它 那么在合并报表 你想在合并报表 先说个别报表吧 个别报表的话 个别报表科目发行 个别看科目 科目没发生变化 科目还是原来这20% 就是按照权益法 然后再加上新增的这部分投资 这是在个别玩的 那么在合并报表就不一样了 合并报表原来不控制 现在控制 原来不是我的子公司 现在是我的子公司 原来不纳入合并范围 现在又纳入合并范围 所以在合并报表 这20%就相当于出售掉了 就相当于给它出售掉 要按照公允价值 要按照公允价值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二某一三年1月1日 假公司原持有的 对A公司20%的股权 公允价值是5000万 在合并报表 这20%得按照5000万了 账面价值是4600 那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进入到投资收益 在合并报表就有投资收益 那其中呢 与A公司权益法核算相关的 累计净损益150万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450万元 且均属于能够截转进损益的情况 好 那处置了一个是这个差额400万 进入投资收益 还有就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450万 因为相当于处置掉了嘛 也要转到投资收益 A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允价值为2.2亿元 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 家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首先应该对原持有的股权 按照供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在购买日 也就是13年的1月1日 这20%的供允价值是5000万 与账面价值 4600万元之间的差额 这400万 应该进入合并当期的投资收益 同时 对于原来20% 按照权益法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450万 就相当于20%除售掉了嘛 这450万 也转入合并当期的投资收益 其次 按照企业合并准则有关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 家公司购买A公司的股权 并取得控制权的合并成本 是多少呢 合并成本 一个是原来20%在购买日的供允价值 5000万 再加上合并日新支付的对价 9000万 那是1.4亿元 由于甲公司享有A公司在购买日的 可变认净资产的供允价值份额是多少呢 是2.2乘55% 那是1.21亿元 然后花了多少钱买的1.21亿呢 是 花了1.4亿 那1.4减掉1.21 所以形成商与是0.91亿元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通过多次交易 分布实现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实现同意控制下的 对于分布实现的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适同参与合并的各方 在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 就以目前的状态存在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呀 比如说A B 我原来持有30% 然后假设这有一个母公司 假设母公司是C 然后呢 假设C持有它70% 然后我又从C这买了它的70% 这属于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同意控 而且分布 分布实现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那应该是同意 原来就是在最终控制方 同时在最终控制方 控制他们的时候 就是一家 在编制比较报表时 已不早于合并方和被合并方 有这两个合并方和被合并方 处于最终控制方 最终控制方的控制之下的10点开始 就在他们两个 在最终控制方 控制之下的这个10点开始 将被合并方的 有关资产负债并入合并方 把他的 从他们两个都受他控制 这个10点就开始 把他的这个相关资产负债并入合并方的 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报表中 并将合并而增加的净资产 在比较报表中 调整所有的权益向下的相关项目 为避免对被合并方净资产价值的重复计算 好 我们看一下 A B C A原来持有B 30% 假设这两个都是C的子公司 然后A又取得70% 那么又取得70%的这个10点 视同什么 视同他们在同时被他控制的时候 就是一加的 那就是一加子 然后呢 但是在这个之前 在之前 在个别报表上 A是不是按照权益法确认30% 按照权益法 对吧 按照权益法 确认这个享有B精子产的30% 那这个时候 我是用这个一直就是一加子 然后我是不是把B的全部都合并进来 然后我个别报表按照权益法 又确认了30% 就确认30% 那相当于这30% 按照权益法的这部分 就多计算了 重复计算了 所以对于重复计算 合并方在取得被合并方控制权之前 持有的股权投资呢 在取得远古权之日 与合并方和被合并方 同处于同一方最终控制之日 熟晚日起 至合并日之间 确认的有关损益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其他净资产的变动 应当分别充减 比较报表期间的 期出留存收益 或者当期存益 因为我已经把你全部纳入进来了 而且是 之前咱们就算一家子 那么在个别报表 我又有30%的 那又有32%的权益法的 那这个呢 我就多记了 那我就多记了 我要给他冲着 好 我们看一道立体 假公司是P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假公司是 假公司是P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某一一年 1月1日 假公司与非关联方A公司 分别出资600万和1400万 设立了一公司 设立一公司 并分别持有 假公司持有30% 然后呢 这个非关联方A公司 持有是70% 然后把图画一下 70% 2012年1月1日 P公司向A公司 收购期持有乙公司 70%的付权 好 在21年的1月1日 这个时间是什么 这个时间是 二某一一年的1月1日 然后呢 P公司买乙公司 这个是在 12年的1月1日 好 买了70% 好 从这一天开始 从12年1月1日开始 他们是不是就处于 同一控制方的控制之下了 对吧 假乙 这都属于P的子公司 乙公司成为P的全资子公司 当日 乙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其供应价值相等 有同学说 他不是买了他70% 怎么乙公司成为他的全资子公司呢 别忘了 P是假的母公司 假持有他30% P又持有他70% 所以直接持有70% 间接持有30% 所以乙公司成为P的全资子公司 好 再接着往下看 到了13年3月1号 又发生啥事呢 13年3月1号 假公司向P公司 13年的3月1号 假公司向P公司购买了 乙公司的70% 乙公司成为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这会儿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 30%加70% 那么假公司与乙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假公司购买乙公司70%的股权的交易 和原取得乙公司30%股权的交易 不属于乙兰的交易 假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 打算一直持有乙公司的股权 乙公司 我们再把这个图画一下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30%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11年的1月1号 然后是持有乙公司30%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 母公司P公司 B公司 P公司是什么时候 持有乙公司70%呢 是在12年的1月1号 然后假公司又从P公司这买了 是13年的3月1号 这几个日期 那么从11年1月1号到12年1月1号 就是在这之前 然后在这之前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800万元 然后自12年1月1号 至13年1月1号 实现净利润600万元 自13年1月1号 至13年3月1日 实现净利润 100万元 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 这个贾和乙 他们从什么时候 因为他是在 13年3月1号收购的 以70% 那么他们 适同在什么时候 就是一家了呢 是从 他们同时成为 一个集团内的时候 同时成为一个集团内 是哪一天 是12年1月1号 他们同受P公司的控制 同受P公司的控制 所以呢 在比较报表的时候 从12年的1月1号 就视同假公司 是乙公司的 母公司 就要把他的资产负债 并到假公司的 比较报表当中 好 我们看下面的处理 本例中 13年3月1日 假公司从P公司手中 购买乙公司 70%的股权的交易 属于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 这没问题 因为P公司 是他们两个的母公司 所以这是属于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并且假公司 自12年1月1日起 与乙公司 同受P公司的最终控制 就从这一天起 假和乙都是 P公司的子公司 假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应该自取得远古权之日 取得远古权 就是取得30%的那个日期 那天是1年1月1日 和双方同处于 最终控制方之日 同处于最终控制方之日 是哪一天呢 12年1月1日 这两个日期 数晚日 数晚日起 将乙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也就是说 他们同受控制的这一天 更晚一些吧 以这一天为准 就要把乙公司 纳入到合并范围 在假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 是同自2012年1月1日起 也就是说他们同受P公司控制的时候 假公司呢 就持有乙公司100%的股权 所以要重述 12年1月1日的报表项目 那对于12年1月1日之前呢 那12年1月1日之前 乙公司还受谁控制呢 还受A公司控制 所以对于12年1月1日之前 也就是11年1月1日至12年1月1日的 合并财务报表呢 不需要重述 12年1月1日 乙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2800万 2800万怎么来的呢 首先是投资 和初始投资 假是投了600万嘛 然后A是投了1400万 然后呢 二某11年实现经历日800万 所以呢 这个总共是2800万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2800万 此前假公司持有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初始投资600万 然后呢 按照净利润的30% 按照权益法 那800乘30% 240万 这两个一家是840万 就是这个时候 12年1月1日 长投的账面价值是840万 因此 假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并入乙公司 12年的 就是在比较期间 因为现在已经是13年了 现在已经是13年了 这是13年 3月1号 假合并的乙嘛 所以现在是13年 现在是要追溯12年的 那是比较期间的 比较期间 年初各项资产负债后 因为合并而增加净资产 因为我视同在12年 1月1号 咱们就是一家了 所以我要跟你合并进来 合并进来相关的 净资产是多少 是2800万 然后合并净资产进来了 要充填什么 充填长期股权投资 充填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是840万的 两者之间的差额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调整资本攻击 那就是2800减掉840 调整盈余攻击 是1960万 账户处理借记资产负债 这是比较期间的 把这资产负债 也就是净资产 都给合并进来了 然后代记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账面价值 长期股权投资就是840 然后差额 代记资本攻击 1960万 贾公司对于合并日 也就是13年3月1日的 各报表项目 除了按照本章第三节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原则 前期准备事项及程序的 一般规定 编制合并分路外 好 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在合并日 个别弯弯怎么处理 原来30% 然后又加了70% 个别弯弯怎么处理 这是属于同意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 这里面长头 按照什么来助长 按照在最终控制方 P公司 按照在最终控制方 P公司的 合并报表的 这个乙公司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给它合并进来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它持有100%了 持有100%吗 那就是说 这个长头是反映 乙公司的100%的净资产 反映的是100%的净资产 但是 但是 对于 它从 12年1月1号 到13年3月1号 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 由于它持有30% 它是不是个别报表 它还是按照权益法 个别报表 按照权益法 根据乙公司净资产的变化是变化 然后这个时候 它又按照100%又缺人 那这30% 这中间这30% 从这段期间 这30% 是不是重复计算了 重复计算了 要给它冲掉 所以呢 还应当冲减 12年1月1日 至13年1月1日 对乙公司 30%的长期股权 投资权益法 核算的结果 然后冲减 13年1月1日 这13年3月1日 实现的净利润 按照权益法 归属于假公司的份额 也就是说 从12年1月1号 到13年3月1号 这30% 等于多算了一步 这已经是100%了 然后你又按照30% 算了一遍 那这一部分呢 要冲掉 也就是冲减 七出留存收益 那对于 12年1月1日 到12年12月31日 这一段是属于之前的 那是冲减 七出留存收益 七出留存收益 12年总共实现 净利润是600万嘛 那成为30% 是180万 然后冲减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 从13年1月1日 到13年3月1日 它是实现 净利润是100万 30% 冲减投资收益 这是当年的 还是权益法算的 冲投资收益 30万 相关会计分路 借七出留存收益 180万 借投资收益 这是调整12年的 这个是调整13年的 然后呢 带长期股权投资 210万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本期增加子公司时 如何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因为资产负债表 它是反映的是 某一个时点的财务状况 所以呢 应该以本期取得的子公司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日的 资产负债表为基础来编制 对于本期投资 或者追加投资取得的子公司呢 不需要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七出数 因为它是一个时点 七出数就是那么多 所以七出数不需要调整 只是把它在这个本期 给它纳入到资产负债表 就行了 再来看编制合并利润表 编制合并利润表时呢 因为合并利润表 利润表它是一段时间的 应当以本期取得的子公司 自取得控制全日起 至本期期末 为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 为基出来编制 比如说 我是六月份取得的这个子公司 那么我在十二月编的时候 那就是 对于子公司的六到十二月份的 利润情况 我要合并到我的利润表当中 将本期取得的子公司 自取得控制全日起 至本期期末的收入 费用和利润 通过合并 并入到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再来看合并现金流量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呢 应当将本期取得的子公司 因为合并现金流量表 它也是一个期间的概念 将本期取得的子公司 自取得控制全日 至本期期末指的 现金流量的信息 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并将取得子公司 所支付的现金 扣除掉子公司 于购买日持有的现金 及现金等价户后的金额 就是你取得这个子公司 比如花了1000万 然后这个子公司 自己还持有 假如说持有200万 但你这个实际上 支付就相当于支付上 你花了1000万 然后这个现金 还拿了200万呢 相当于你就付了800万 所以用取得子公司 支付的现金 扣除子公司 于购买日持有的现金 及现金等价户后的金额 在有关投资活动类的 取得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单位 所支付的现金项目反应 如果是负数 比如说 你花这个1000万 花1000万现金 然后呢 子公司有多少现金 子公司有2000万 那你等于说是 这个现金还多了1000万 如果是个负数 现金还多了1000万 在有关投资活动类的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来发现